这一天我们呢是上午十点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一个红军的遗址为您做直播 今天呢我们做直播的依然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白铃姑娘 白铃 那么现在呢我们将会给你看原图的风光这个地方太美太美太美了 这是云环绕着山真是很美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好那蓝长 大家好我是蓝长主持人 我们昨天去的 昨天晚上我们去一个非常特色的那个藏族的酒店呢 跟他们那个吃饭跳舞唱歌 我们今天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们好像就是在进去那个喜马拉雅的地方 对不对 对藏旭啊 这个藏旭是非常漂亮的 到处那个山围围绕着我们呢 还有到处有露色的植物 书这样的都非常漂亮啊 所以啊 我很有喜悦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也会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外面的地方 在专达的地方 我们在专达的地方 我们基本上是在专达的地方 专达的地方 专达的地方 刚才呢 蓝墙和白灵呢 不约而同都赞美这个风景 这风景确实是非常美 白灵说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话 叫做云绕着山 然后呢 蓝墙呢 又讲的 这个山上有很多植物 然后呢 我们这风景之美呢 是一路上我们见到的众多的美景之一 我觉得这个环境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藏区了 现在这个地方是甘孜藏族自治州 单八县的境内 这个地方啊 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 红军长征史上很多重要的地点 红军的遗址 其实红军只在那路过 一闪而过 比方说 飞夺卢定桥 红军在那刷两个小时打过去了 那飞夺卢定桥成了场史上重要的遗址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 单八县 红军曾经在这住过一年 我身后的这块石头 就是当年的红武军团政治部的遗址 这边写的是藏文 看到这个遗址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风光的聚集处 我不知道呢 我们这两个美国的大学生 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想 他说他看到的就是感觉到河流在流 山川的美 他就是非常享受这里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团队非常精彩 比方说白灵的女性那种敏感 细腻 还有呢 她的那种艺术范儿 那么我们美国年轻的大学生 他们呢 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年轻人 美国的视角 还有Johnson先生 他是历史学家 虽然是大学生 但是他就历史感兴趣 沿途对于红军的一些遗址的历史的了解 他不倾诉于很多中国人 当然 蓝墙最厉害的 他是一个中国通 现在要变成长征通 OK 所以Jonathan 我们要变得更清楚 OK OK 所以 你会看到 这是你第一次的一场地的一场地 所以 也就是想说一场地 第一次的一场地 它是很开心的 有一个一场地 这样一场地 它是一场地震的一场地 没有知道什么是什么的 我印象到那儿的一场地 我印象到这场地 我印象到那里 我们的一场地 然後我們進入更深深的照片 我一直在寄回山的照片 我的朋友可能很累看到山的照片 但我不是,這些都很美麗 他說的,我們剛來這個地方 我們從那個隧道出來的時候 他依舊看到了這個風景 這個大山 他的心就很快就跳動了 然後他剛才說的他每天拍照 就發給他的朋友,在美國的朋友 所以他說他們都嫉妒他 對不對 還有他說了一個成語 美國說的就是Breaking the glass 就是你把玻璃打破以後 你永遠不知道外面是什麼 所以讓他吃驚是永遠吃驚 一個玻璃一個門出去以後有另外一個天地 好的 現在讓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個石碑呢 是當時為了這個遺址的修建的時候 有中國國務院的扶貧工作委員會 和一些部門他們捐資 在保護紅軍長征遺址 開發甘孜旅遊資源 這工程項目上幹的一些事 這塊大石頭上寫的是這些內容 那現在我們到了這個地方 這就是當年紅武軍團政治部的遺址了 這個遺址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一個 高聳入雲的一個巨大的建築 這個建築呢是一個古建築 今天呢是重新復原的 通過攝像室的鏡頭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建築呢非常高 高的像我們通常呢所講的塔一樣 但這不是塔 這叫呢 愛雕 愛雕 愛是狹隘的愛 雕呢是雕堡的雕 這是大約有 高雕 高雕 古雕 愛雕都是它的意思 它是呢中國呢 藏區過去呢 為了防衛之用而修建的一種呢 冷兵器時代相當有效的防阻的這種設施 如果你沒有呢重武器 你沒有爆炸裝置 你沒有辦法進去 對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修建這個古雕 它的作用 第一 瞭望哨 遠處發現敵人 對 第二呢發現敵人之後 就可以 他便能夠在最高處點火發出信號 第三 在這個地方呢 當敵人迫近的時候 他能夠在這呢滴打 對 所以呢這個過去的作用相當大 還有啊他們是不是也也有啊也可以可以住在這裡啊 對啊對啊 住在這 這裡面住著人 這裡面住著人 我們一會兒就會看到這院子裡邊呢 這個過去呢藏民住 後來呢這個紅軍住 嗯嗯 過去藏民還不是一般的藏民能住 是吐司家裡邊 吐司就是投人呢 就是貴族啊 有錢的人 而還不單單是有錢 他是政權族權和財權結合在一起的 就是少數精英 哈哈哈哈 有錢人他們住在這 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我看到了就是也可以 這個地方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這是一個保安的地方啊 怎麼說 呃 碉堡嗎 碉堡啊 要愛 愛雕 愛雕 所以這個愛雕 就是啊 可以那個保護 對 保護那個農村人 這都都可以來這裡 對 還有可以藏藏藏 對不對 對 對 儲藏糧食 好 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們這個我們這個直播呀 您會發現 較之很多電視台那個直播 我們顯得呢更加呢 架輕就熟 因為我們直播是處在一種移動的狀態 比方說我們現在剛才是在 剛才我們是在那山坡之上 在那呢 有這個紀念碑 然後呢 從那遠處觀看這個古雕 現在呢我們則是進了這個院子 進到院子裡邊之後 我不知道各位的感受 我是覺得仿佛能夠嗅到當年紅軍在這活動的那些遺跡 也許我們做過這地方 就是當年紅軍曾經做過的地方 紅武軍團的啊 官兵們做過的地方 這個紅武軍團呀 在紅軍的序列當中 是中國共同紅軍的主力部隊之一 這個部隊呢 他最早是寧都起義的 寧都起義的時候 這個部隊規模就很大 大到什麼程度 一萬七千人呢 這在紅軍很弱小 那時候一萬七千人突然起義 宣佈成了紅軍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他們的頭最有名的叫董振堂 後來這支部隊呢 到了中央蘇區 然後呢幾經變革 在遵義的時候 紅武軍團幹了一個最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呢 在遵義周圍擔任警戒任務 保證了遵義會議 這個中國革命軍史史上最重要的會議的 這樣順利舉行 紅武軍團呢 後來和這個紅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 在甘孜會合 這是呢 著名的甘孜大會師裡面的 非常重要的內容 紅武軍團裡面出了很多人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了 戰將左拳 紅武軍團 後來建國之後呢 中紀委的黃火青 比方說 我們黨著名的領袖 何長公 甚至包括呢 程子華 那都是紅武軍團出來的幹部 紅武軍團 他養了一大批的幹部 這個紅武軍團 後來的命運呢 非常慘 就是 就是 就是後來呢 這個 在和馬不方的這幫呢 馬匪做鬥爭的過程當中 啊 但是左陸軍西陸軍出征的時候 幾乎全軍覆沒 包括董真堂 所以一部戰爭史 當我們沿著戰爭的遺跡 我們今天尋訪當年紅軍的經過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山川秀美 看到的是民風呢 獨特 我們在這呢 以旅遊者的心態 在這游覽 心裏面不免有一分沉重 那便是因為我們記得起 曾經有人在這個地方流血犧牲 這個地方呢 因為現在呢 已經恢復了原貌 恢復原貌呢 這個地址啊 我們非常有幸 這個地方並沒有對外開放 剛才呢 在這呢 這個守望這個地方的負責安全的 這個比我大兩歲的老哥哥哥一聊 聊得非常有緣 老哥哥就同意我們進來 看看這個地方還沒有人參觀的遺跡 但是呢 這個地方就是當年的土鍋造 這樣的鍋 江森江了沒有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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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的 這是一個廚師 你可以做飯的 他有炸火 裡面有炸火的 這是一個路子 對不對 對 底下燒火 上面有兩個鍋 對 這個鍋炒菜 這個鍋做飯 而且這個鍋的特點是 很深 很深 用鍋的大小啊 它的伎量單位叫韌 五韌鍋 八韌鍋 十韌鍋 二十韌鍋 三十二韌鍋 這個鍋呢大概是有八韌到十韌 但是呢 這個鍋底很深 所以呢 做米飯的話 可以做很多的米飯 對嗎 他說 他說 這是一個鍋子 因為是非常深 他們做得很好 對 都要把這個鍋製作 對 我們孫總呢 是軍人出身 他說這鍋 我是老百姓啊 我只按著老百姓的角度說 他是軍人 他說這個鍋 是部隊標準的鍋 這就是軍人的經過 經過 這就是軍人的經過 你必須做得到這個鍋 再來看看這些用具 這些用具 這是個銅具的 小勺 小勺 但是也可以成湯 成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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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這盆子 可能泡菜 泡菜 米飯 辣椒 重要的是這個東西做什麼 藍椒 我知道 我知道 怎樣他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嗎 怎麼說那個放在那個麥 或者米 魚米 可以 可以這個吧 不是 我知道 我說應該是熬酥油茶的 就我也不懂 你也不懂 我們這是 對 然後把酥油茶放進去 他能這個 這個 也酥油茶的 酥油茶的 這一定是水的 這個 這個盛水的啊 這個就比較常見了 但是盛水呢 有技術的 白陵盛的好 我記得 在紅金毛主席住過那村裡 白陵盛上來 我沒盛上來 紅景 紅景村 好來 過來這邊看一看 這個梯子我想是很獨特的 這個梯子很像是 很像是這個 美國有個少數民族 啊 叫什麼民族來著 他們那個馬雅人 馬雅 馬雅人他們那個木雕 你看這個梯子多簡單 我們家裡邊很多人呢 做富士的房子 富士的房子上去 鋼蹄木蹄炫蹄搞得很複雜 這多簡單 看一下 哇 哇 你在上面看到了什麼 你在上面看到了什麼 哇 小房子好棒啊 啊 這上面有小房子 還有些小人 你們上來看吧 這個藏 這個藏民呢 就是藏域 尤其是這個嘉隆藏區的 這個老百姓的房子 主要是三種顏色 他們當地的三種基本色 一白色 二土或褐紅色 三呢 是黑色 但是呢 這個建築它不是一般的居家 所以呢 它做成土黃色 以其顯現尊貴 顯現不同於一般的民居 這我猜測的 哎 我們看見幾個遊客 你們好啊 你們好啊 你們從哪裡來啊 小豪子你好 重慶重慶重慶來啊 你們是 我們都是重慶的 這重慶的 過來旅遊 哎 過來旅遊說說到這個地方 旅遊的感想 姑娘說 感想啊 你別走 站著 是因為我是那個政治處的 你是政治處的 不是我是公安局政治處的 過來看一下呀 感受一下 手掌好 手掌辛苦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是公安局政治處副主任 他是主任 說說你到這兒參觀的一些感想 嗯 就是感覺那個歷史的厚重感吧 嗯 因為因為 作為移民中國人嘛 就是說 就是特別是我是公安民警 嗯 然後 就覺得中國共產黨不容易 然後中國共產黨建黨95週年 今年也是哈 然後 然後就覺得 這個黨的歷史嘛 特別特別的偉大 然後 中國紅軍嘛 然後就是說在毛澤東的帶領下 充滿了新中國 然後中國經濟 從世界末位嘛 就越聚到全 全世界第二位 然後感覺到特別自豪 講得好 講得好 然後就過來感受一下這種歷史的厚重感 你們是走很長一段路還是 走很長的路還是就走這一段 你們是 我們先過來參觀 然後這裡 然後再去那個 甘孜然後去哪 昨天去了那個四谷梁山 四谷梁山 然後然後再過來看那個甲鱼藏 然後 然後聽說這裡有那個政治 政治部 就很感興趣 覺得遺址嘛 然後就一定要過來看一下 你知道我一看你又想起什麼了嗎 想起什麼 我相信藍牆也肯定想到了 就是呢 在丹巴呀 藍牆你想到了 對不對 對 丹巴這個地方呢 是出美人的地方 坑巴漢子 然後呢 丹巴姑娘 丹巴姑娘我告訴你 美的 美的讓人看了之後 都不准不往前走了 但是呢 我們到這來沒看著 今天看到了 謝謝謝謝謝謝 小猴子 你來說說 此情此刻的感受 主要是 其實這一路我們過來 都是看到了雪山 還有草原 確實正好就這裡是我們以前的紅軍 我們的老革命幹部的一個 就沿途 我們其實也是走過了這些路線 我感覺確實 就現在交通這麼發達的情況下 就是開車 還是難 對對對 都很困難 根本要說以前可能就 就只能走路 我看那個草原 很多就是沼澤啊 然後雪山那麼高 我感覺在以前根本沒有專業的 戶外的 或者是登山的裝備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說我覺得走這一路 其實可能也就四天時間 但是我可能 我可能會花我這一輩子的時間 來回想這一道經歷的這些東西 這真的是很難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喜歡戶外啊 或者是去一些景點 其實我覺得風景主要還是在路上 尤其是這種帶有這個典故的啊 有古蹟的啊 還有歷史意義的 我覺得作為年輕人 我們都是八年後其實 但我覺得越來越需要大家一起 對把我們的以前的經典的一些紅軍 紅色的這個文化 紅色的一些這個教育 還可以繼續再再發揚一下 我覺得她能夠是個這麼看不出來 很時尚的 是個公安局的一個女幹部 然後來走長中 來敬仰 來尊重中國的紅軍的這種精神 我覺得真的是讓我很感動 因為我們都是女性 她說她沒有見過這個中國的公安幹部 所以她非常高興見你 她非常高興你也能在這兒 她要多一點 她剛才說的 這是一個聯合 對不對 這是美國人 還有美國人 來自利亞 多一點知道中國的歷史 所以我比較想想 什麼他所說 是一個很美的 美國人 外國人來講 中國文化 它會讓他開心 因為它會更加共識 和尊重的理解 你覺得如何 就是這個想法 就是這個學習一起 我感覺這個的 是全部正在這裡 所以這才是很厲害 因為我一定會回到美國 和分享一些我學習 所以我希望 我能夠跟我和中國人 一起分享 他們會帶來分享 和朋友 對 她剛才說的 就是她回國的時候 她也要多一點 跟她美國的朋友 還有家人分享一下 中国的历史 还有那个 中国人 老实这样 就是很欢迎我们 他们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尊重 这样的要多一点 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历史 会这是一个 我说这是联合的 这是很 这是分享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的直播节目时间快要到了 Johnson把发表感言的第一顺序让给你 Now please Talk about how you feel Oh how I feel Just this experience This is part of the experience It's just a wild wild experience that we've continuously continue to go on I'm just amazed because we walk into here I had no knowledge of this place I don't really know much of the culture and then I'm just walking in and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and it's wild and humbling And you? Yeah no I feel enriched after every time we visit somewhere especially if it's in nature so I feel really good leaving this place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it so I've never even seen anything like it 还有古代的 还有风景 所有的地方有不一样的风景 尤其是这样的 是大山还漂亮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回国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家人朋友 这样的 OK 是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有一个很荣幸的事情 也许由我们嘴里说出来 显得不够谦虚 但是如果我们不说的话 那就不是求是了 因为我们这直播 这些天下来 观众越来越多 反馈越来越多 对我们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我想那是因为白领漂亮 白领的感想感人 因为我们的篮墙帅气 还因为我们这两位 那也是金童玉女 他们所表达的一个西方人 一个西方的年轻人 对红军长征路上 所闻所感的那些的体会 那比我呢 这一个北京胡同老头说的 要精彩多了 固然一路上 我们有很多意外 很多精彩 很多花剧 包括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 意外的发现了一个 漂亮的小景花 美人骨没有看到 美人的遗憾 终于 已经弥补上了 但是这一路走过来 我们感受的最多的 是鲜花和鲜血交织在一起 是挨挨的白血 是艰苦的斗争 是牺牲的 将士的身体 今天呢 已经是21世纪了 美好的社会 中国和美国 这世界两个大国 正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又是中美旅游年 所以我们的任务呢 还将要继续完成下去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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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